大家好,我是關智恆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持權成本理論 其實這是比較學術性的一個小小的理論 但我覺得是對於現在 尤其是一些金融市場的狀況 是很好的解釋的 首先講一下持權成本理論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最簡單最原始 我們說一些期貨怎樣去定價的一個理論 其實它的理論很簡單 就是期貨價怎樣定出來 就是現貨價加上保險或者倉儲的成本 所以簡單來說 它的中文叫做持權成本 其實大家要明白期貨就是怎樣 我一年後一段時間之後才賣貨品給你 和現在我賣給你就是現貨價 兩者的分別 中間的分別就是這些倉儲的費用 一些保險或者運輸這一類型的成本 我舉個例子 可能大家聽完之後都未必好明白 舉個例子就明白了 假設現在一個蘋果 現價我賣給你就是五元 但是如果我一個星期 大概倉儲、運輸大概需要一毫子的話 即是說我一個星期之後 那個蘋果起碼就要五個一 我才可以維持到成本 我可以賣給你 當然大家要考慮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用在商品期貨裏面 即是真的有實物交收 第二件事我們都要假設貨品不會過期 這一方面 所以有很多一些商品期貨 它對於貨品的規格 是有非常非常嚴格的一個規定 但是這個是一個最基本 最基礎的一個理論 就是去解釋現貨價和期貨價的分別 講完這個理論 最重要是怎樣去使用呢 大家都會留意 4月20日我們出現一個5月份的期貨 一個貨油價的情況 很多我在社交平台裏面都見到一些人說 那時最低是試過做的嗎 貨37元 貨37元 有些人就說 那是不是等於我去油站入油 入完油之後還有錢拿 所以這裏 其實要解釋這兩件事 當然可以很複雜地用什麼理論 什麼理論解釋 但是其中一個 比較簡單一點 可以令到大家明白 其實就是反而用這個 持權成本理論 解釋貨油價其實是什麼一回事 首先我要說回貨油價 當時我們說是5月份的期油 期油不是原油 不是現貨價 是期油價 期油有兩個特性 第一 期油我們說的是原油 即是在地上抽出來的叫原油 不是我們入油那些 入油那些是汽油 汽油那些是經過提煉才做的 我們說的是原油 第二我們說的是期貨價 我們說的是5月份到期的期貨 因為它4月的時候已經會折 因為石油這類型商品 是需要交收的 即是5月份的期油 是說5月份會交收 所以4月份就已經會作 我們稱為最後交易 但其實為何用這個持權成本理論 可以解釋 大家看看我剛才所說的 期貨價是等於現貨價加運輸或者保險費和倉儲的費用 其實負的期貨價是說 賣家是要補貼買家在一些運輸或者保險費用當中 其實是這樣解釋的 大家都明白如果在疫情下有很多東西封城 不允許外出 其實運輸成本貴了很多 在運輸成本貴的時候 唯有賣家進行一個補貼 怎樣補貼呢 或者補貼的倉儲就是 唯有出現一個負數字的期貨價 大家在那裏結算就是補貼你啦 你拿走啦 所以這個情況當然 大家要留意原來其實不是說你現在去入油 就會有人送錢給你 不是這樣 最重要其實是解釋 當然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有微弱的需求 以及現在因為疫情下 因為大家不允許外出 而有一個很高昂的運輸費 而這兩樣東西導致一個負油價的出現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節目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可以上秒頭找回關智恆 去看我其他的內容 多謝